为什么世界会集体右转 早些年 我们一直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 可是到了2022 疫情战争已经深刻改变了这个世界 一个又一个的右翼政权上台 我们不得不承认 世界的集体右转是长期趋势 一切都回不去了 那么导致世界集体右转的原因是什么呢 答来自底层对大资本的集体反抗 看上去 这两者似乎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别急且听我娓娓道来 自从2014年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被提出后 创业成功的人士一跃成为社会顶流 相信不少人都听过成功人士的演讲 或者在成功学书籍上看过他们的故事 我早几年也非常迷恋于成功人士的故事中 渴望按照他们说的道路 去奋斗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但不仅我发现 很多人也会发现 如果按照成功人士所说的路径走 基本是走不通的 不是这条路不对 不是个人奋斗不好 而是他们刻意隐藏了某些重要信息 后来 我又重新读了一下 这些成功人士的故事 我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 成功人士总是崇尚个人奋斗 而在他们的描述中 自己的成功 往往就是个人努力的成功 公司的经营 似乎是他们一个人的功劳 都是他们日夜操劳的结果 我总觉得不对劲 要是一个两个人 一两个行业的人这样描述 还不算什么 但是我们翻一下 市面上成功人士的成功故事 就会发现 不管什么行业的成功人士 都会将自己的成功 描绘成个人奋斗的结果 我不否认个人奋斗的重要价值 但很显然 只有个人奋斗 是不可能成功的 虽然有少部分 的确是完全靠个人 但只是少部分 大部分成功者或多或少 背后都有某些集体或组织的影子 比如 贾跃亭在跑路前 也一直是宣扬个人奋斗 才有了乐视网的成功 但是贾跃亭不会告诉你 他的第一笔融资 是靠山西同乡会 也就是靠宗族血缘关系 后续的经营 也多仰赖于这个圈子 后来之所以乐视资金链断裂 某种程度上 也是圈子崩了 带来的连锁反应 但很显然 如果把自身的成功归结为 深厚的圈子支持 那就显得太裙带 太不伟光正了 因此所有成功人士 都会刻意隐去这一点 而背后的圈子 通常也懂得低调 对此并不介意 于是乎 越是成功人士 越是推崇个人奋斗 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个人主义 而那些他们控制的媒体 则开足马力宣传个人主义 把个人与集体对立起来 不断通过个人主义 解构集体主义 而大资本这样做 就是为了塑造最完美的消费主义奴隶 想象一下 假如一个人不属于任何的集体 不属于任何宗族 家族 组织 甚至连性别都不固定 那他他大概率能依靠的 只有自己一个 在大资本面前 这样的人毫无反抗能力 拿捏他们简直易如反掌 软的方面 可以通过洗脑掏空他的腰包 硬的方面直接抢钱 你一个人敢反抗 反抗又能咋的 还不是挨揍的份 你给一家公司接火 老板故意赖掉了你的银子 你自己跟老板讨大概率是讨不到的 但如果你身后有一群人 比如一个同乡会 大家一起上门 又或者当政府党组织介入 那么讨回银子的概率 就大大增加了 因此 大资本极为痛恨组织 不管是血缘性质的组织 还是政治性质的党派 而要瓦解组织 就得大力宣扬个人主义 并可以把个人与集体进行对立 实质上两者并不对立 完全可以兼容 只是舆论上被刻意操作 宣扬一套 集体阻碍了个人发挥才能 的意识形态 这就导致全世界的中下层年轻人 普遍对集体性质的组织 心生反感 以没有任何组织为荣 但问题在于 底层不玩组织 人家大资本却是不断组织的 富人天生就有抱团属性 麻木发泣后 立刻拉了湖畔大学这个群 表面上是大学 然而谁都知道 这就是个小圈子 有比如最近的七匹狼和特部联姻 看到了没 大资本一边向底层宣扬个人主义 瓦解集体 但是大资本自身却不断抱团 加强自身的集体主义 这有点像美国 忽悠你玩极端民主 别的国家出现了暴乱 就是美丽的风景线 自家出现暴乱 就是国内恐怖主义 在忽悠这一点上 帝国和大资本一直都是模范 由于原有的集体被瓦解 中下层民众日益原子化 根本无力对抗大资本 贫富差距也就越来越大 同时面对种种社会风险和动荡 根本无力抵抗 比如穆斯林为什么能在欧洲飞速扩张 明明欧洲本土人口远超穆斯林 但偏偏本土人节节败退 因为穆斯林有宗教作为组织 尽管人数多 但有组织就很容易造成局部以多打赏 就好像打亡者荣耀 大家都是五个人 但是有组织一方的 到哪里都是五个人 而每组织的一方 五个人是完全分散的 经常被动一服务 面对这种局面 中下层唯一的办法就是组织起来 靠什么组织 宗族血缘这玩意大家距离太远 党组织又没有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走民族主义 没有民族那就创造民族 或者干脆走种族主义 总之就是通过建立一个群体 唤醒集体意识 这也就有了世界的集体右转 其实民族主义一开始是左的 也应该是左的 只是后来左逐渐被异化为了白左 这才导致各国的民族主义导向了右 当然我不觉得民族主义适用 只是那帮白左左的过分 以至于看谁都向右 新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 我是基督徒 母亲和意大利人 我们永远不会成为消费主义的奴隶 这句话说得很明确 要通过唤醒 中下层的集体意识 宗教和民族 来对抗大资本 拒绝沦为大资本的完美猎物 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 大资本的不满 梅洛尼是莫索里尼的信徒这不假 但大资本真正恐惧的是 梅洛尼通过对国家意识和身份的重塑 会激活民众的集体意识 从而有了对抗大资本的能力 这就麻烦了 在中下层民众看来 非法移民疯狂入侵 如果不组织起来 怎么对抗移民 加以十日 意大利会不会变成黑色意大利 甚至是有黑又绿的 而大资本绝不能允许 民众被组织起来 他们恐惧的不仅是共产党 准确来说恐惧的是一切组织 因此加大了 利用LGBT非法移民 对各国进行渗透的力度 不断推出诸如黑人版 美女与野兽这种故意恶心人的东西 并试图强行定义为政治正确 不容质疑 双方都不可能让步 随着矛盾日增 一个腥风血雨的动荡时代 即将来临 颜色都不可能让步 那些回事 词 颜色系 绮捞 颜色和 词 颜色 颜色